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无论你是一个球迷,想要了解最新的足球动态 还是一个投注者,寻找专业的预测建议 我们都将满足你的需求 点击视频下方说明链接 即可免费注册线上投注平台 新用户注册,即将手单包陪,赠送彩金等活动 2023年10月13日凌晨2点45分 一场引人瞩目的欧洲杯足球赛 将要在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与土耳其队之间展开 克罗地亚是小组的头号种子球队 他们将迎战小组第二的土耳其 但是两队的积分相同 克罗地亚只是在净胜球上占据优势 所以排名更靠前 这一场也将是小组第一的争夺 但是克罗地亚现在少赛一轮 他们的优势更大 此一克罗地亚能否取胜稳固第一的位置 克罗地亚目前赛四轮拿到三胜一平的战绩 因为有着净胜球的优势 他们排在小组第一 他们此前因为参加欧国联 所以就少赛一轮 但是在欧国联中他们再点球 还是输给了西班牙 所以此一的欧洲杯 他们有足够的战役 他们在欧洲杯小组赛中 只有一场比赛没有赢球 是首战面对威尔士一比一战平 此前是因为他们需要备战欧国联 所以球队才拿到一场平局 目前他们在欧洲杯上已经是三连胜 球队有着出色的发挥 此一有着小组第一的争夺 我认为克罗地亚战役并不差 土耳其在这一次的欧洲杯上表现出色 目前三胜一平一副的战绩 拿到十分 因为净胜球的原因 他们排在小组的第二 他们有着很好的出现前景 但是他们身后的两支队伍 都是G7分 他们出现并不稳固 所以此一他们需要全力拿分 才有更好的出现机会 他们在第一轮相遇的时候 土耳其林L2输给了对手 他们半场早早落后两球 球队也没有继续竞争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 克罗地亚这支球队 原本就面临着风无力的困扰 作为第一梯队的定位 他们的进攻还是逊色了一些 目前来看 克罗地亚在如今的比赛里 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快速反击 和高空轰炸 来形成进攻威胁 在遇到防守严密的球队时 办法并不是很多 除此之外 克罗地亚这一次的后防阵容也有问题 主力又后卫尤拉诺维奇有伤 上一场俱乐部的比赛没有踢 主力中卫洛富伦 今年伤病缠身 也没有入选 舒塔洛因为背部疼痛 今天也不确定能不能踢 中锋708落 后防也参差不齐 对于今天的对手土耳其而言 可以说是很大的机会 因为这意味着 克罗地亚要打出高空优势 就更困难了 而与此同时 土耳其这支球队的快速反击 很有威胁 防守端面临的阻碍也少了许多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在前锋主帅孔茨 被日本队打下课之后 土耳其的新主帅蒙特拉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可以说 蒙特拉是意大利为数不多的 崇尚进攻的主教练 毕竟曾经是一甲最出色的前锋之一 但他的执教水平 比起当球员来 还是差了一些的 尤其在离开AC米兰之后 更是走起了下坡路 连续被炒鱿鱼 土耳其这支球队 面对强队百搭八百习惯了 如果蒙特拉要带队进攻 短时间里能适应得过来吗 要知道 现在的土耳其后防配置 原本就一般 色云锯还没有入选 前场又伤了云戴尔 备受期待的黄马小将俱莱尔 也因伤落选 意外挺多的 队长恰尔汉奥卢 在国民也连续踢了5场了 双线作战的情况下 体能消耗原本就严重 如今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国家队 真的能恢复得过来吗 克罗地亚虽然前后场阵容都有折损 但他们的中场还是比较齐整的 大家都知道 这也正是克罗地亚最强的一环 中场的控制力很强 缠斗能力一级 经验非常丰富 莫德里奇在黄马 又得到了不少的休息时间 体能上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可以预料的是 克罗地亚的中场 今天可能会给土耳其 好好的上一课 尤其是蒙特拉如果 要带队打出一些进攻的话 他们的防守隐患 还是不容忽视的 而对于土耳其这支球队而言 他们向来是擅长打顺风局的 一旦防守先出现问题 心态就很容易崩 表现得很急躁 但是偏偏 克罗地亚是有名的压力怪 心态是所有球队里最好的 经常上演绝处逢生的戏码 越是压力大 心态越稳 在两支球队实力 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 克罗地亚风陷步棋 可能未必会成为 影响比赛走势的关键 反而土耳其新帅的战术 和球员的心态很关键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如果你正在寻找 合适的博彩平台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 说明栏进行注册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并转发本频道